他就是虚伪的哭哭谁不会呀哭谁不会呀笑死了真的是我也会哭 本来就是这样子呀他要是哦哎呀他还哭真的是他不是一个大老板一个谈到真的大老板吗对吧他怎么可能会哭 他是个男子喊的话哪一个男子喊你们接到过哪一个男子喊哭过啊我的天哪人家男子喊全部都是搞得这么的气质 也很有气质这样的谢谢说一个人的支持谢谢点赞谢谢 他没有欺负我了啊他没有欺负我了说一个几吗谢谢你们的点赞说的对他说了什么呀怎么都说说的对啊 谢谢点赞谢谢所有人的支持谢谢谢谢咱们都说阿姨莫说的对啊阿姨莫说了什么 谢谢点赞啊谢谢支持谢谢 反正我是很少见一个男子一个男子哭过真的 从来都没有看过一个男子喊是哭过的 人家都没有哭人家都没有哭过 我见到的有一些男子喊他们就是很努力的那些男的他们都没有哭过但是他们哭了哭了什么那种对不对又不能解决问题 你们要说这些人家人家的说实话你们说如果阿姨莫我们两个在这里继续找工作呢你们就觉得我们去找什么工作好啊 你们要是我的话哦哥哥姐姐我跟你们讲要是我的话我公司出事了我还是要把自己打扮的这么的气质这么的有排面这么的那种哎呀哭有什么用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那我说的本来就是真的呀你就不懂这些 阿姨说的对他说的也不对他可能不能这样说啊伟哥知道吗 哼笑死了你结果一个男的哭吗 为所男一样真的是只有为所男他会哭 烦死了你不要说他了 卖衣服是吗我也想去卖衣服 我以前就是想去卖衣服 但是卖衣服你们为什么老是关系阿伟哭了阿伟哭了这样子你们去安慰他嘛对吧 谢谢点赞谢谢 在我们这里说有什么用呢对吧我们又不会难过他哭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好了不要说了烦死了 三人哭就是心柔软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心柔软的那种就是喜欢气质的 小丑也是个小丑知道吧他要是哭了他就是小丑 小丑是个小丑他才会哭不是小丑的话怎么可能会哭嘛 一个男的我的天哪为所男一样我出来都没有见过一个男的哭 不过真的只有尾锁呢我见过的尾锁呢他才会哭就是啥本事也没有的才会哭知道吧要是 要是一个男子和大丈夫对不对 男子和大丈夫呢应该把自己打扮的这么的气质也不会哭 就是什么事情出什么事情了他也要装的很有势力很有 很有那种很有排面的很有那种他也要对不对他也要装的像很有排面很有气质的 那哭了有什么用吗别人难不成他哭了 难不成他哭了他也会人家也会帮他吗人家也不可能会帮他了 对吧哭有什么用吗 叔叔阿姨哥姐吗是不是阿伟哥的工作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为啥才会哭呢你们说实话是不是因为我害了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选择离开他吗这样对他好的话 不是你你不是这样子的我跟帅妹聊天好不好 你就不要在我身边这样吵了吧 你看你又来了 你就是要得了 你就是得了想死病一天的想吃那个男的 你见过一个男的哭过吗 他们都在这里说什么阿伟哥哭了这样子 我吵死了我发死了 真的是 猥琐男的猥琐女 你们俩都真的很八倍 你们说是不是因为我随阿伟哥才这样子的 一个男的大招呼还会哭 笑死 如果是的话我就 我就不连累他了我就不等他了 我会 我会 如果是因为我的话 因为我随就是打了他工作干嘛了的话 我不会再等他了 我不会害他的摔个紧吗 我怎么舍得害他呢对不对 所以你们跟我说实话吗 是不是因为我 是不是因为我 所以他爸爸妈妈他们就生气了 是不是因为我 所以 他那些合作伙伴又 搞他了是不是呢 如果是你们说是 我就走了 我会尊重他 我会支持他 我会默默的走 我会默默的离开 默默的支持他 所以呢你们说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 因为我听到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说 都是因为我 所以把伟哥搞得这样子 我的心里面很过不去 很难受真的 真的很过不去啊 我也希望好好的 你就为他打抱不停 我也希望伟哥好好的 也希望我自己也好好的 我不希望搞得这样子 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的出现 会打扰到伟哥的很多东西 前途或者工作或者干嘛 我都不希望你知道吗 摔个紧吗 所以呢只要你们说 都是我的错 我就会默默的默默的离开 我会默默的支持阿伟哥 我也没有想过阿伟哥会这样子 现在阿伟哥公司会这样子 我也没有想过 真的 现在这样子我的心里面很过不去 我每天都睡不着 我每天都在想阿伟哥 什么时候才会好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我们的妹子 所以呢 真的是因为我 影响到了阿伟哥的公司 和她的生活了 我也知道我自己尽量 我会选择默默的离开 所以呢 刚刚我也看到了 说实话她的直播间 我也看到了 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那里说放弃我 我就知道是一位我了 我就知道是一位我 所以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 都是我的错 是 出来都没有进来 太烦了 不要这样子嘛 你们你们是你们是发生什么事情都怪在我身上 难不成阿伟哥公司出事情也要怪在我身上吗 啊 你们说 来 你们觉得阿伟哥公司出事情 关在我身上的 你们就在护皮上护衣 我看多少时间要想呢 啊 真的是搞不懂了啊 小时一点你吵到阿姨没睡觉了 嗯 谢谢点赞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谢谢把一把二把三哥哥们 觉得觉得是我的 是我祸的害 是 我觉得是 是我 害了阿伟的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一些脑壳 撞坏了的一些人 你们就是这样子的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凭什么 你们看全部都是说是我害的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以后我 我也 我也不会说半次提 一句话 在阿伟那里 哦 我直接明天就回家了 什么什么事情都怪在我身上 什么意思吗 来 那你们跟我说一下 你跟我们评评的 你跟我说 说一下 你说出来一下 我为什么 为什么他的公司出事情了 就怪在我身上 为什么 有人说怪在你身上了吗 没有吗 全部都是扣一的 刚才我说怪在我身上了 他们就扣一 他们凭什么扣一啊 那你们说一下 故事出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有 跟我有爸妈亲关系吗 啊 我又没做什么 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让你难看的事 让他难看的事情 什么意思嘛 真的是个猥琐呢 啥也不是 你们都说不出来 你们还这里 还在这里扣一 你们要点脸可以吗 像你们这种真的不要脸的人 真的是 我也没见过 头一回见 你们这些喷子 啥也不是 觉得自己很厉害是的 在我儿子这里带一下节奏 在阿伟那里带一下节奏 哎 真的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他 那他 那他不来我们家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敢 我敢他走的时候 他怎么不走啊 他还是护着脸皮来我们家 不是吗 难道 难道不是吗 那他们凭什么 说 你不要说这些好不好 凭什么说我 我拖累了阿伟 怎么样的 我拖累了阿伟什么啊 我拖累了他什么 怎么这么搞笑啊 真的是 不要说了我现在烦得很 我凭什么不能说 我脑子里面都说呼啰啰的 我就是看不过他们说 我知道吧 他们凭什么说我 那你不要看就可以了 都是你的叔叔阿姨哥姐妹 你肯定装照你的叔叔阿姨哥姐妹 对不对 他 因为他 他比较跟你亲 那你就不要看就可以了 可以吗 不想看就不要看就可以了 我就 我就不想看 猥琐呢 猥琐呢 你就是 哎呀你就是 那个猥琐呢跟你喝了 不知道什么 明昏他 你才变成这样子呢 你每天每天我就送你回家 你们两个就是哭 哭比赛 每天我就送你回家 真的是 哭了你怎么又笑死了 哭了啊 哭了就有人同期他了吗 嗯 谢谢点赞 谢谢出来给你们的支持 和点赞 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不要冲 不要冲动 我来没有见过一个男的哭呢 那么厉害 全部都在购物上打说 啊我哭了这样子 谢谢你们支持 谢谢 也不知道他的脸皮是多么的厚啊 我跟你说你说话要想睡点的 像你把 你把那些睡觉的阿姨吵醒了 我跟你说你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我直接回家 没有更好 可以回家了 解放了 什么叫解放了啊 像我现在我管着 你在这里一样的 那我走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 刚才 那是因为我怕 你不需要怕啊 大晚上的你去哪里吧你 不需要怕 你什么意思啊 大晚上的我去哪里你管得着吗 啊你不是不管我了吗 你不是想让我走吗 那我走了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我走了你不是高兴了吗 你就可以等 在这里默默的得阿伟哥了 别人欺负你你也 你也 我也不管了 我现在烦得可 为什么你也 因为我不烦吗 为什么你也给我对着干 为什么 我哪里跟你对着号了 我这不是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为了那个猥琐呢 那个爱哭的男生笑死 为什么人人都这样子对我 这样子啊 为什么人都这样子对你 我哪里这样子对你了啊 我对你做了什么啊 什么叫人人都这样子对你 人人是谁啊 是我吗 能对我好一点吗 姨沫 哪里对你不好了 你说一下 我也会累的知道吗 那我不累吗啊 我听他劝你 你呢 我说实话 你呢还是不感性 你呢一直等着那个猥琐呢 喂 我就说他猥琐呢 我以后都叫他猥琐呢 我就这样子叫他 我看你心里怎么怎么 我看你心里怎么样 我也不是挺做的知道吗 我也会累 我也会 我没说你是挺做的 我也会累 我也会烦 你烦不烦跟什么关系对吧 我就说了怎么办 我白天找工作累就算了 你往上海巴拉巴拉在我身边这样子 我想这样子吗 什么意思 你小时一点不要吵醒阿姨 他们睡觉 那你什么意思吗 是你一直在气我好吗 我怎么气你了吗 姨沫 你怎么不气我了啊 我真的 他给你挂了什么迷魂套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老是这样子你们都 我们哪要 很薄亏真的 你我不薄亏吗 太崩溃了 阿姨也不愿你好 不是的 因为我觉得嘛 我觉得 我感觉 一个是我自己做人不行吧 就是 什么都不好 一个是我自己做人不行 你不是做人对不对 就是阿伟不行 阿伟他杀也不是 感觉我干啥啥都不行 做什么什么都失败 真的太崩溃了 我感冒不是为你没事的摔个节吗 我感冒 只是一点点而已 没事 谢谢你们的点赞和支持 谢谢 谢谢 我很高兴 你们一直为我着想 一直都在帮着我 帮助着我 真的很高兴 很高兴摔个节目 谢谢 谢谢 你的什么事情 他们都要扯上我 什么意思吗 对吧 阿子有也对你 嗯 疯子有也对你不好 只有伤害你欺负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 套路 套路 什么套路呀 谢谢点赞 谢谢 阿伟在卖沫又露 喜欢水 嗯 谢谢点赞 谢谢摔个节目 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摔个节目 阿子不能放弃啊 我也不想啊 我也不想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懂 其实很多都不懂真的 阿子你去厂里面打工 厂里面 谢谢 谢谢